午餐白白種 你 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心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煮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哇 今天真的是很開心 很開心喔 因為友朋呢 自高雄來 好久好久好久不見的 這個高雄流行醫院中心的 執行長李星雲 歡迎星雲 謝謝奶金的邀請 哇 好久沒有回來 對 而且 好開心喔 就是因為 我們過去在這個 念日酒吧那是同事嘛 是 然後呢 星雲呢 我就在講就是說 星雲喔 他就有一個很特別 很特別的一個氣質 他那個特別的這個氣質呢 就是一個 你就覺得他就是一個 才華洋溢喔 然後一個很天然的 很天然的一個 就是一個音樂 有機的嗎 對 就是一個音樂這個美女喔 就是在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星雲的這個身上呢 看不到任何一絲絲 那種角柔造作的那種的 那個怪怪怪的 說不出來的那種感覺沒有 完全沒有耶 我覺得就是 星雲的 星雲的存在 就是一個讓人覺得 音樂飛揚的那種音符感 那真的很棒 果然是老朋友 真的都是說我的好話 不過是真的 是真的 就是說但是呢 我後來看到這個 嗯 星雲 樂 呃 到這個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去工作 當 就當這個執行長 欸我其實有點有點驚訝 嗯 就是說這個 因為對於 星雲他一直都是一個 自由的 而且是 獨立的 這個創作人 他的作品非常的好 而且得獎的記錄呢 那麼的這個輝煌 嗯 但是作為一個 自由獨立的 音樂創作人 跟到一個體制裡面去 這裡面的 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 更何況你又不像說 有一些的音樂人 嗯 他可能還有 像有些什麼公司啦 對 或什麼製作人 你也不 你也不是這樣啊 我一向都是個人工作室 對 就是自己寫歌 然後 幫歌手製作啊 偶爾做一些電影配樂 嗯 就是寫東西的人 因為也不愛講話 然後比較低調 然後但是我覺得 天上的老闆呢 要給我磨練 然後他就說一定會覺得 我實在是過的這個 太逍遙了嗎 哈哈哈 不是就是 太不懂人世間的 這些道理了 所以就把我丟在這個 這個工作 然後讓我好好的學習 嗯 你是高雄人對不對 我高雄出生 你在高雄出生 對 然後後來到 幾個月我們家就移 移居到台北 所以其實是台北長大的孩子 光人嘛 對 對不對 然後就是一直走這個音樂的這個專業 對 誰啊 誰有這麼大的這個面子 來去說說動你啊 那你怎麼會心動了呢 呵呵 是我光人的一個學姐 嗯 那他也是在南藝大擔任音樂系主任 那可能他們輾轉吧 就問說哎 有沒有人適合 可以來流行音樂中心上班的 對 那我學姐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就呃 大笑三聲 我就想說 我這個人怎麼可能去呃 朝九晚五上班 而且我平常都已經管不動我自己了 我還要去管人這樣子 做行政職 不要開玩笑 我就把他掛電話了這樣子 然後我學姐又打來就是 大概三四次吧 然後他就說你先不要掛電話 你想一想 呃 如果是國家蓋的一個流行音樂中心 那會不會有你想要做的活動啊 演唱會啊 或是人才培育等等 那我一聽到教育這個呃 關鍵詞 其實你也知道我一直以來我都會覺得 哎 現在這個年紀如果可以帶一些年輕人 然後進業界 把這個音樂的產業更豐富 我們流行音樂圈 那這個東西我好像有興趣 然後他說不僅是到一個機制裡面 機構裡面要去工作 而且他代表的是一種承諾 哇所以你一開始的想到的 竟然打動你的是教育喔 對 所以我其實我自己蠻 我後來就覺得哇 自己實在太調皮了 呃很愛冒險 就是你知道以前做另類音樂嘛 永遠都想要走非主流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那就會很好奇說 哎那邊的風景是怎麼樣 那條路沒有人走過 我來去瞧瞧這樣子 對那我也覺得好像 如果這個機會是在30歲的 也許我就會拒絕 但是我現在覺得好像 呃如果可以帶一些年輕人 然後把這個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打造成一個音樂的樂園 一個南台灣的音樂社群 讓大家在那邊mingle 在那邊討論音樂 哎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好像還有點意思 哎那這必然也是因為 你看到了什麼讓你覺得擔心了 就是說如果這個時候 不去做這個的話 嗯 那嗯就是在 就是流行音樂 其實雖然說我們是有被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但是就流行音樂界 這個本身來講 是 他其實是沒有這麼大的 城市的區別的 對 我覺得是不是說 你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了台灣的什麼樣的 一個讓你擔心的一個 嗯 一個空洞嗎 哈哈 如果現在不趕快把他給 給補上 給他去追起來的話 我們其實可能原來有的優勢 他就 他就流失了 沒錯沒錯 嗯 我覺得跟乃金可以聊到 嗯 因為他真的反應夠快 就是很機 很機靈 然後很聰慧 所以你馬上就知道說 其實我 我自己覺得我常常走在路上 我就會覺得 嗯這個路燈為什麼設計這樣 然後應該叫退兩步吧 就是我就是很機婆 就是 走在路上 或是常常看新聞 我就會覺得說 哎呀我們到處都在辦音樂節 都在辦演唱會 然後都是免費的 然後就是那種大堆頭 反正就把誰加誰加誰 然後就辦一個演唱會 那其實 我自己啦 可能我自己就是 從古典圈 然後到流行圈 那 呃我會有很多常常 冒出來的一些 奇怪的想法 或者說很很想要 呃施展一下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說如果 有一個流行音樂中心 哎這個 那個 even 國外都沒有這樣子蓋一個園區 然後 just for pop music 嗯 哦真的嗎 對啊 就就就台 就是台灣就這樣兩個 對 哦這個是蠻特別的 這個是蠻創舉的 嗯 哎 而且其實這個也很有意思的 就在於是說 因為呃星雲被大家更普遍知道哦 比如說古典音樂 然後電影配樂或什麼的 並不是在我們這個呃 一般的這種傳統的這種概念的 這這樣子 所謂的這個流行音樂 對 但是呢 同時 他也是呢 在這個在這個音樂這個圈子裡面 嗯 嗯 呃其實你是非常非常這個國際化的 哈哈哈哈 謝謝 其實是非常的是這一位 所以說 呃 除了 嗯 就是你 所以你應該是看到了一些焦慮吧 對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因為自己也呃曾經到國外去留學 嗯 然後呃我是一路念過 古典音樂長大的 所以我蠻了解台灣音樂班 呃 會有一些沒有辦法突破的 或是限制啊 或是學生的需求 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 其實我就很想要 欸 寫一個 寫一首歌 然後加上弦樂四重奏 或是再加一個木吉他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的呃業界 好像古典音樂就是呃 那一群老師跟那一群學生 那流行音樂就是好像呃 中間的界線跟鴻溝很深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哎 反正我看過這些呃困難跟吃過這些苦嘛 那如果我可以有一些過去的經驗 然後現在來告訴年輕人說其實你不一定要切割 你學古典音樂你也可以聽電子音樂 你玩搖滾的你也可以去呃 彈雷鬼音樂或是Bassanova 這些音樂其實都是好的嗯 就是你不用覺得好像我是學古典的 我就不敢跟這些Rocker一起去呃 呃去吉星啊 所以呃我覺得現在的孩子他們的呃 手機裡面什麼樣的音樂什麼樣的藝術創作都有 嗯那我們就鼓起勇氣 我們就來嘗試很多的跨域呃 不一樣的領域然後的合作 就是非常好玩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有點這種可惜齁 就是說你看像星雲的成績這麼的好齁齁 他也是在一個很呃很輝煌的一個時代齁 你看他的這個作品你看不管是呃 少年啊安娜齁 我的美麗與哀愁只要為你回一天雙同啊 練習曲啊渺渺啊軍中樂園啊 然後五月一號啊齁這些配樂 你看呢作為少數的哈哈 得過這個金馬獎最佳原創音樂獎 然後金曲獎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我就是看那個呃 看尹阿維基百科上面呢寫你的時候 他還特別強調的一個是說 首位獲得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音樂的女性配樂者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很有趣 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你是在 就是說在一個台灣其實在電 就流行音樂的這個盛況是 是前面的這一部分嘛 然後當我們的這個流行音樂 呃我們雖然還還保保有一定的優勢 可是你就看到大陸呢 一路這個追趕上來 我覺得其實那個焦慮感是很深的 然後電影這邊也是 電影這邊也是齁 就是說你看其實早期很多的這個電影配樂 電影它也是一個火車頭的一個產產業啊工業 它你電影所帶動的影視影像作品齁 呃流行音樂電影配樂 它對於整體的我們的這種文化的這個環境的這種 推升跟這個地位它是非常具有關鍵的齁 可是你就在是一個比較 比較往下走的時候 嗯 可是卻在這些很標誌型的 帶動令波浪潮的這個電影的這些作品裡面 你擔任了他們的 你擔任他們的電影配樂齁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有一種焦慮和一種矛盾 是希望說看看有沒有個機會 是 能夠再讓大家 再讓台灣的音樂再起一波 對不對 乃金長真的是 而且我覺得大陸追趕的太緊了 是啊是啊 沒錯 以前我們的華人音樂 當然都是以台灣流行音樂為指標嘛 是啊 對不對我們引領風騷啊 可是說真的這種 Trendy流行音樂其實就是時尚 就是流行什麼 那其實馬上就很可能被趕上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我們不想要去討論這個韓團 或是韓國的娛樂文化 可是你不可否認 他們是整個國家在support 對 然後他們的文化部長是以前的那個導演 李昌東對不對 嗯 電影導演 所以他們的規劃是真的有想到台灣的十年以後 二十年以後 我們的娛樂文化 我們想要它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 嗯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耕耘 對 那所以我蠻希望台灣也是這樣子來看待我們的整個 娛樂事業也好 或是藝術文化 嗯 那時候 所以你那時候去的時候是 還是韓國瑜當市長的時候 他們邀請的對不對 對 嗯 其實齁我覺得我自己是政治白痴啊 我完全不知道說這個什麼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就是代表你可以去還是不可以去 嗯 那我就是有看到一次新聞 就是說他們好像把那個高流的預算刪掉了 本來是一億變兩千萬兩千萬 那後來又可能跟議員沒講好 然後就變零塊錢這樣 然後我自己的那種愚笨的正義感就告訴我說 這流行音樂中心怎麼可以沒有預算呢 好好好那我下去 去爭取一下這樣子 對 就是那種傻勁 在那個你後來就是你的學姐嘛 嗯 邀請你嘛 你後來覺得 欸 教育 然後下去的之前的時候 對 嗯 韓國瑜跟你談過嗎 還是誰來跟你談過呢 倒沒有 沒有啊 對對對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高流的董事長 是文化局長 局長 對對對 所以也就是現在的文化 高雄市文化局長 王文翠局長 嗯 然後那個時候他是副首 嗯 所以就是大概市政府就派他來跟我聊這樣 所以他這個完全就是就是欣雲的 提起提香 然後到這個高雄去復任 完全就是基於一個音樂的一個熱忱啊 欣雲呢 到了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欸也有兩年半的時間啊 真的好快喔 然後呢 他到底帶給我們大家一個什麼樣不一樣的 高雄流行音樂的面貌 欸我之前的時候呢 就是訪問那個洪榮洪啊 嗯 介紹你們那個藍寶石 啊 對 聽說很 聽說非常的賣座也很好 有有有 欸我覺得你打造這個 打造那一檔 他其實有點就像是一個 音樂 音樂演唱會 對不對 音樂演唱會的那種感覺 副科那個 音樂劇 藍寶石 大哥廳 演唱型的音樂劇的 對不對 一個表演嘛 是演唱會 我覺得那個就非常的 就非常的有高雄感 喔 又有那種難鋪感 對 我想說欸 那星雲是蠻有點子的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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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呢 又在這個明天的時候啊 10月29號 10月30號呢 呃 有這個高雄自己做的啊 呃 高雄自製音樂祭 2022打狗祭 欸來談談這個活動 你想要帶給高雄一個什麼樣 想要從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帶給大家什麼樣的一個音樂 流行音樂的面貌 嗯 呃這個打狗 不是真的打狗狗啊 而是塔靠 就是高雄的舊稱吧 嗯 那呃那邊有古山啊 有西子灣啊 其實高雄呃 也算是這個港都城市 我們是在這個延城區嘛 那這個老區其實有很多在地的 呃我現在認識很多大哥大姐們 呃都會跟我敘述這個延城區 過去的風華絕代 那他們常說以前美軍在那邊進駐的時候 每天呃這個海產攤都是開到半夜三四點 然後有很多爵士的酒吧 然後有很多的啊商店 還有那種外來進口的一些貨物 嗯 那非常熱鬧的一個延城區 那前幾年有呃感覺有比較寂靜一點 那現在因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成立以後 其實我蠻希望呃這個都市跟加上流行音樂中心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結合 嗯所以這一次呢就我們高雄去年十月開幕的嘛 那今年已經滿一歲了 哦 就是算是我們的周年慶 嗯那就覺得說欸我們應該來做一個自辦節目啊 做一個兩天的呃整天的音樂季 然後推出很多很多精彩的節目跟樂團演出 然後大家就可以在那邊hang out啊 其實音樂季喔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演唱會 呃全台灣你都可以看到演唱會 但是音樂節最好玩的就是你融入那個場景 嗯像我們是在港邊嗎 那你就可以這個吃著冰啊 然後喝個啤酒啊 然後坐在草地上 然後晚上有星光有月光 然後吹著海風 然後來聽一個你很喜歡的樂團享受音樂 欸星雲我很好奇齁 就是說像你們這樣的這個音樂的這個專家齁 嗯就說再去思考就是屬於高雄的這個流行音樂的時候 他的角度跟他的這個這個切入點會是什麼 嗯因為其實我我剛一開始就講 就是台灣這麼小齁 其實你說呃高雄台北或什麼呃 他就流行音樂他應該是一個大的範圍的這個定義的概念 但是事實上呢 他還真的有差異喔對不對 就是說台北有台北的這個風格 高雄有高雄的風格或台南或什麼 他都有不一樣的 因為跟他生出來的地方不一樣 是是是 所以他的這個關鍵是在他他哪裡不一樣 嗯我覺得這個好像跟我自己的出身跟背景有一點點相關 嗯因為我平本來的工作就是做製作人嘛 嗯就是做編曲嘛 那這個歌手給我以後我要怎麼打造他 或是說怎麼樣幫他開拓新的風格新的歌路 那呃我現在就把高雄當成是呃我要去製作的一個歌手 或是一個樂團 很有道理耶 嗯這樣子 對那呃過去有什麼可以來幫這個中心加分的 那未來我們又應該要走到哪裡 所以這個呃反正我當製作人當習慣了 就是你知道QC呃從選歌啊進錄音室啊 然後要怎麼賣這張專輯啊 嗯所以其實呃對於高雄來說行銷 呃或是說怎麼樣讓大家recognize到這裡有一個流行音樂中心 甚至我們要有國際觀 嗯剛剛乃金講的非常對 我覺得高雄所在的位置他可以呃往外延伸 他可以去reach到譬如說東南亞 呃這些國家然後南島語系的或是甚至全世界我們呃對著大海呃 呃向他們一起召喚 然後對著大海唱歌 所以呃高雄對我來說 我是放了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些呃幻想跟呃實踐 那我會覺得反正我也寫過給管弦樂嘛就是七八個月呃七八十個樂器我都有辦法寫總譜了 那我們高雄現在是四十個員工這樣 哦這麼少啊哈哈哈哈 欸原來高雄只有四十個員工啊 欸可是可是星雲剛才講的這個很對很有道理欸 嗯就是說作為一個呃流行音樂場館的這個執行長齁 是他並不是一個行他並不是一個行銷專家 嗯他其實就是像是一個製作人齁 他其實也就像也像是我們這個國家發展的一個這種策略師 嗯他你必須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方向跟路線 他才能夠把那個局面給打開來 是 而且高雄作為一個海港的這個城市 他曾經是這麼重要的這個呃港口 國際港 對國際港 可是他現在的這個呃削弱 所以要如何的用這樣子的一個力量去把它再打開來 所以他是一個他真的是一個大工程欸 他是一個大工程 所以你怎麼去你怎麼去打造呢 比如說你在這個樂團的挑選上面 嗯我們就以這個他告來來做例子來講好了 對他跟他跟我們傳統的比如說啊就是挑一些 比如在地的樂團啦或是南部出身的樂團 嗯他的有什麼不一樣 大堆頭把它湊一湊對不對 對雖然有很多的演唱會 對其實我蠻熱切的 就是說什麼叫做高雄 對不對就是說今天難道我在台北的一個呃流行音樂團 他就不能夠在那邊好像也不是這個樣子 也不會也不會 所以他的元素是什麼 他的核心元素是什麼 嗯我們之所以把這個活動名稱叫做打狗技 嗯而不是叫打狗音樂技 我其實是很希望呃從流行音樂出發啊 然後結合在地的藝術文化 或是有有一些歷史背景的這些商家 我們也可以合作啊 那你來到高雄你不會只看音樂節 你可以去沿城吃吃美食 然後去美術館參觀一下 嗯對然後呃說不定還可以坐船 坐那個遊艇出去繞西子灣呃看夕陽 所以呃音樂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有道理 對所以他是一個 他是就是流行音樂他其實就是一個生活的詩篇耶 是 所以他必須要跟生活上面結合 欸所以你說他不叫做打狗音樂技 而且要打狗技的關鍵在這裡 是哦他是很浪漫的 而且可以連結各式各樣的啊 跨界不一樣的活動嗯文化 那你在音樂團的挑選上面呢 在這個節目的組合上面的考量是什麼呢 嗯因為音樂節嘛 而且我們高流又滿了一歲啊 生日快樂 所以很希望端出來的就是滿漢全息啊 嗯什麼樣的音樂風格都有 譬如說呃現在年輕人喜歡聽嘻哈 所以我們有人人有宮殿有大支 有這個大嘻哈時代哦 呃有rap 然後我們也會鼓勵高雄樂團 哦就是說你既然在在地有一個流行音樂中心 那我們首要當然就是要鼓勵 而且讓他們有一個舞台嘛 嗯哦那所以像潛提啊 夕陽武士啊孩子王 這些都是現在年輕人非常擁抱的哦 就是他們就是聽團仔哦 他們很喜歡聽這些樂團 那當然也有跟這個街聲 streetvoice的合作 所以呃現在年輕人很喜歡像一些什麼布萊梅 午夜午夜啊 哦這些呃 另類的樂團也求集 那還有就是 當然偶像少不了 我們一定要有明星嘛 所以會有這個年輕一代 大家最喜歡的持修啊 呃這個呃理想混蛋啊 拍謝少年啊 都是很有個性的這些樂團 然後再加上壓軸的這個彭家會 光良哦哦 這些也是非常市場性的 所以我不太希望說啊我們這個呃 音樂節只for teenager 或是只有呃十幾歲二十幾歲 嗯想要看的 我覺得呃音樂節就是應該全家大小 然後帶著你的狗狗去這個港邊散步 嗯嗯嗯 然後看個演唱會 然後喝一點點小酒 呵呵呵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打狗技 讓大家來這個呃認識高雄 是對不對 是齁然後呢 以這個流行音樂作為一個媒介 對齁 然後其實因為它那個情感上面 它是共同的 嗯齁 欸那我也很好奇齁齁 就是說大家在這個呃 嗯就是好像有一些呃某一派人 嗯會有一種刻板的這個印象 嗯認為說呃高雄的這個樂團啊 或者是說在地的樂團啊 他們的音樂 他好像在這個文字齁 在文字的選擇或是曲風的選擇上面呢 他就是必然是比較比較更 更台語齁 或者是說在語言的選擇上面 嗯更直接齁 其實呃比如說像這個 美國你這種嘻哈音樂 他有很多很多都髒話啦 或什麼的 好像就沒有人 就比較就不會有人去批評他說 那個代表的是一種 比較是低俗的 對齁 或者是說沒有流行話 嗯為什麼我們再去討論 這個台灣的 這一類型的這個樂團的時候 嗯 常常都會有這樣子的一種批評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如果你是真的在我們音樂圈的話 嗯我們是非常liberal的 我們是非常自由奔放 因為創作 你就是不是上對下 不是說政府叫你寫一個什麼歌 然後這個歌就會紅嗎 這個一定是 流行音樂是從土裡長出來的奇花異草 所以呃你一定要給他一個肥沃的土地 讓他亂長 嗯對那哪一天就長出一個周杰倫 哪天就爆出一個滅火器 一個五月天 嗯對那所以這些東西都不是呃我們強制性的 而是從這些創作人他們所想所看 然後如果有一種感動或是突然有一種刺激 那他們就會寫 所以其實在呃高流我成立了一個音樂社群 我把它叫做高流系 嗯就是希望呢 哪一個系 呃數學系或是化學系的這個系 那他不是音樂系 他是高流系 嗯他就是像一個group 就是你所有喜歡玩音樂的音樂人也好 樂手也好 或是你只是一個純粹愛聽音樂的 呃這個聽眾也好 你就是高中生下課了 就是背著書包就來高流 看一個講座 然後聽聽hush這個寫歌的人 他是怎麼寫歌的 然後晚上看一個演唱會 說不定坐在你旁邊的就是一個吉他手 那你們就可以組團啦 嗯嗯嗯 所以呃我希望有一個高流的音樂氛圍 然後這個音樂社群常常討論音樂 常常聚在一起 那呃慢慢的他就會茁壯 等到哪一天說不定就爆發另外一個蔡依林 另外一個五月天 嗯 所以你覺得這個音樂性 嗯它才是重點 對不對 對 就說你今天如果說呃我一個一首歌 我從頭這個幹到尾齁 從頭幹到尾齁 但是他有傳達出他該有的這個意念 嗯跟他的音樂性的話 是 他就他就應該被接受 是這個意思嗎 對你看 Bob Dylan都可以得到諾貝爾獎 嗯嗯 那所以創作其實是非常有力量的 嗯嗯 我們如果讀到一首詩或是唱了一首歌深受感動 這個melody是會永久流傳的 所以我自己非常尊敬創作人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應該尊重藝術家 嗯因為他帶給我們的那種美好 或許是save my soul 欸說不定是拯救我的靈魂欸 嗯 說不定我讀到某一首詩 某一個觀念或是我對人生宇宙的看法 那我覺得這個是very precious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細心的去耕耘 所以我才會覺得 欸成立這個高流系 然後你知道我也把很多我們圈內的這些歌手啊 嗯創作人都帶到高雄去 哦是哦 對對那他們也都很阿沙利答應我這樣 嗯所以下次你要來 哈哈哈哈 對啊我想幸運一定知道說 我為什麼會一直在問這個問題啊 因為大港開唱 每一年幾乎就是特別是在選舉年的時候 它都會引起很多的這個話題啦 是 所以我就想說從一個專業的 這個音樂人的這個角度上面來去看的話 你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對齁 就是說它 並不是說 越粗俗越在地 然後就是 呃 越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同 我覺得那個邏輯應該不是這樣 而是像你剛才講的就是說 它 它的到底要表達的是什麼 嗯 你如果純粹我就只是一個 從頭罵到尾的 然後他沒有任何的這個音樂性的話 那我幹嘛還要做音樂啊 我這個敲兩個 我敲兩個鍵盤 我敲敲桌子 我也都可以成為詩篇了 不是嗎 對對對 所以你看像羅大佑 我們現在會把他當作音樂教父嘛 嗯 可是當年他唱那些內容 啊未來主人喔 或是雅夏的孤兒 嗯 那說不定這個政治氛圍 大家也會覺得說 欸你怎麼那麼這個禁忌的話題 或是你怎麼那麼敏感的話題 嗯 但是老實說啦 有時候我們生活當中 我們譬如說啊車子不小心撞了 我們也會講F word 對不對 我們也是有時候 哇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嗯 那我覺得 也許我自己啦 我自己覺得音樂人 對於這些 呃什麼髒話啊 或是什麼 對我來說我覺得 根本就是連接詞 沒什麼的 那個只是情緒性的 嗯 有時候你必須要 呃譬如說你對生活當中有什麼不滿 你有很多憤怒 你想要把它寫進歌裡頭 我覺得如果是在創作裡面 我們不會那麼潔癖 覺得說啊你一定不能 哦你講髒話 我們又不是那個古老的 哈哈哈哈 道德崇禎委員會 是是我覺得是要言之有物的創作才是重點啦 嗯對 所以說就是呃這就很像你這個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執行長的你當初的這個初衷嘛 你是希望把這個地方他成為是一個創作的一個我覺得講樂圖好像有點老套 但是他事實上他就是他就是這樣對不對 就把大家的這種創作的這個靈魂跟那個心跟那個心打開 還有視野打開來是是打開來對 你先接受了你先接受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後對 然後呢去長出你想要的這個音樂對 呃大家需要討論就是說我覺得呃不要一言堂嘛 嗯那呃以前譬如說法國這個呃這個沙那個西蒙波娃或是沙特他們在呃沙龍在這個咖啡店裡面會討論一些什麼事情的 那我們這個年代我們也需要有這樣的音樂場景 嗯提供給年輕人所以他們常常來高流然後就討論 欸為什麼你覺得剛剛那個團很屌為什麼他好他好在哪裡 嗯那他這個吉他到底這個是怎麼編的 嗯我們需要有讓年輕人有一個這樣子的空間 然後去討論音樂去享受音樂那甚至是呃我我覺得你剛彈的那個不優為什麼 嗯對那就是大家互相可以來接受挑戰和質疑嘛 是是是我們繼續聽這個好朋友啊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執行長李星雲呢 難得呢到台北來哈來跟我們談他的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啊 還有呢就是呢再一次的呢歡迎大家 呃二十九號三十號兩天啊到這個高雄參加高雄打狗季啊 對剛才星雲呢談了哇就你看有這麼多很精彩的這個有光良有彭佳慧 對有有浩恩餒喔然後還有陳建年金曲歌王 哇陳建年真的好棒喔是 陳建年真的很棒喔對 這有一些的這種聲音就會讓你覺得它是一種呃歷久而恆長的這種存在齁 對啊我覺得陳建年真的好特別 對你看一個警察然後寫歌每天在藍雨在那邊巡邏 結果他寫出這個海洋的歌這麼好的歌對啊喔欸所以陳建年他是在 他會跟普悠瑪音樂家族就是這個男王部落 哦他們得了這個我們會笑說他們是金曲村欸他們這個村子裡面得了好多的金曲獎 哦像吳浩文跟家家然後男王姊妹花啊 呃這個陳永龍呃這個陳建年紀小君他們都是從這個村落長出來 是啊我們去那個台東玩的時候啊 哦那去那個那個都會這樣介紹 我們這裡面呢最多金喔 含金量最高 含金量最高喔 真的這太厲害了真的是太神奇了 然後呃而且也不只是呃有這些演唱啊這個團啊很棒的 欸你還辦了好多的講座齁 對嗯我也很希望就是大家來這邊聽呃近距離的啦可以跟明星或是藝人呃像宇宙人呃之前有來過我們那邊咪先生 嗯然後呃這個蔡坤齊啊這個齊哥他以前是跟這個魏如萱娃娃一起進入流行音樂圈這個自然卷這個這個group的 對那當然也是呃耗費掉我一些欠欠人家的人情我就是所有的朋友我都邀了啦 哈哈哈哈你要不要來高雄你要不要來辦個講座你要不要來演唱這樣子 對那我覺得大家呃好像所有的流行音樂活動都集中在首都嘛 對那有時候其實我覺得這些歌手他們也想走出去嗯到偏鄉去辦一個小小的演唱會給那些呃從來沒有看過大明星的小朋友聽嗯 那呃在高雄其實也有很多在地的很棒的音樂人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應該呃反正現在坐高鐵很近嘛 嗯大家就是常常來來往往然後一起呃舉辦一些不一樣的活動 你在這個兩年半的這個期間你在高雄嗯雖然在高雄出生喔可是等於是第一次回到這個你出生的這個故鄉來工作嗯嗯 你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感覺哇真的很多每天都有新的發現嗯然後有一些觸動 有一些感動但是當然也會碰到困難嗯嗯老實說我們這種音樂人呃真的很不懂工部門要什麼哈哈哈哈哈哈 我應該先來跟你讓你補習一下給我上幾堂課這樣嗯對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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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所以我就得要耐着性 然后去 还有一些谁跟谁不合啦 我要去当公亲啊 之类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对不对 没错 谁叫我那么爱玩 因为他要 因为你要去成就一件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必须在这个机制里面 有很多的 他就要磨合啦 要去这个完成的这个事情的地方 是是是 所以 这个也是我们在 我们在去推动 像这些这个台北游戏音乐中心啊 高雄流音音乐中心啊 希望从这种场馆来去带动 这个一个城市的这个文化 他这个工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浩大的 是啊是啊 其实短短 刚刚乃金有讲到 我下去高雄两年半的时间嘛 那但是又要推动很多的这个机制啊 其实都还是要take time 还是要慢慢的 对那只不过是我是觉得 我就是先挽起袖子 先整土 先先把这个土壤松一下 那未来下一棒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都有任期制嘛 那如果有别人在 可以续聘不是吗 他三年嘛 可以续一次 对对对 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同样的位置 人坐太久也不好 对我会觉得还是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才华跟灵感 呃跟自己的狂想放到这个流行音乐中心会是比较好的 你盘点到现在 比如说这个两年半的这个时间 嗯 呃你觉得还缺了什么 嗯 就是还缺了什么 因为我相信你办那个呃 呃 呃高流系 对 我觉得高流系的那个成果一定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错的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南台湾在高雄的 有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音乐中心 他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对 能够有这样子 其实虽然说不是一个学校教育的系统 但是他比他可能比学校教育来得更更扎实 是 跟他的影响更深 嗯 但是只埋下了这些的种子 嗯 他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他可能是希望他开了就 就你盘点这些 你觉得我们缺了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呃 呃我们的产业链的缺乏是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明确的 嗯 嗯 那还缺了什么 我觉得当然就是要有乐迷观众的支持 嗯 譬如说大家会真的付诸行动去买票 看演出 嗯 然后呃 现在其实跟工部门还是有一些 譬如说也许他们做一些某些活动 呃是为了呃 振兴这个city 啊 然后要让这个活络 这个当地的文化等等的 嗯 那跟我们流行音乐要怎么样做很好的结合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必要要去沟通的 那还有就是高流 譬如说像现在的size 其实我们呃 可以增额到六十几名的员工 但是我们现在都还是在一半 过过半而已 嗯 所以还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说 好像在写曲子编曲给整个管弦乐团 哦 它的full size 可能可以七八十个这个乐器嘛 嗯 那你现在如果只有一半的话 当然你的声响或是你的影响力 当然就还不那么的健全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要去努力的部分 嗯 对啊就是说你 你看像韩国它是一个很有很具体的一些做法嘛 是 偶像团体啦 嗯 然后它的这个音乐产业上面的 它各种各样政策上面的一些很系统的这样子来来做 对 那呃我们现在的做法好像就是觉得说 欸我已经成立了这个 我好像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个剩下就交给你 这其实差距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对 而且刚才这个呃 刚才这个星云提到就是说大家要去买票 去支持这些创作团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根本的耶 当然我们是要有好的这个做作品啦 嗯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市场都养不大的话 你怎么能你怎么能寄望他们打出去呢 是是是 对 所以像我们这次这个打狗季 我们的这个门票就非常的亲民 哈哈 就非常的便宜 这样子二字头 你平常大概只能去买一张一个歌手的演唱会的票 嗯 但是你来打狗音乐季 你可以看到五十几团 嗯 五十几个节目在五大舞台 然后从下午两点就开始看看演唱会 然后可能可以跟你的朋友去港边散步啊 呃 好好的认识一下呃 南台湾 嗯 我们有阳光 非常的亮眼 很温暖的 所以呃 如果在台北 大家觉得湿气太重的话 欢迎 欢迎明后天这个六日来到高雄 反正现在高铁很快嘛 一个多钟头就到 是是是 而且这个比如说我们每次在那边讲到 我们现在呃可能在天龙国的时候 大家比如说听到了一些的批评啊或干嘛 嗯 其实我相信呢批评的人呢可能有有八成七成以上的人 根本都没听过哈哈哈哈 对所以你要去清静你要去感受你才能够知道说他的活力哈 和他的美妙的地方在在哪里 而且这个星云哇你们这个请来了这么多很棒的这些的乐乐团哈 像欢迎大家呢到高雄呢去感受这样的一个热力啊 欸你还有什么是想要在接下来 嗯要去推的 比如说是跟像比如说这个呃大陆啦 嗯还是什么东南亚还是什么样的国家的一种交流的一种 一种的 好 既然你问到了 下一步吗 既然你问到了我就第一次在你的节目 这个爆料 而且 太好了 就是好康的是我第一次提到这个 就是在十二月呢我会希望举办一个呃为新住民 哦 我们的这个这一群来台湾呃离乡背景的 然后在这边努力的这些呃各国的朋友们 我们举办一个演唱会 嗯所以会在我们的海风广场就是一个户外的呃是 也摆满了各各国料理哦这些市集 然后我们要为新住民举办一个演唱会 欸这还蛮奇的蛮值的期待的耶 不错的对不对 我觉得很棒耶 而且台湾越来越是一个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对 Multiculture嘛 是而且这个很多的这个地方呢他都是现在这个移民呃所在新住民 他们现在越来越是我们的呃市民结构的主力了 是是是 啊非常的这个期待啊 谢谢李星云今天呢从高雄来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高雄流行音乐文化 欢迎再次欢迎大家 呃29号30号到高雄去参加打狗技 谢谢星云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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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